好今天来介绍大头的部分 我们在用手机版剪映的时候呢 它里面就有内建素材包 所以当我们点选影片或照片的时候 我们直接用素材包 它就可以帮我们做出大头的效果 包含在特效里面 它也有这种大头的一个效果 或是像放大镜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东西都可以 把我们局部的表情或是状态 去做一个强调的一个动作 借由这个东西来升华里面的情绪 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 这个人的表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或是说我要强调画面里面的某个东西 某个细节 我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具体的操作怎么做呢 来 好我们手机版剪映在制作的时候呢 一个人的状态下 是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的 它可以直接就是 AI就可以锁定到这个人 可是当我们在 两个人三个人以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问题 使用素材包的时候 AI没办法判断说 他要针对A还是针对B去抓 所以你看哦 像光我这一段 使用素材包的情况之下 一下子是左边这个人 一下子右边这个人 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锁定到谁 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好那我这边用电脑版的部分 来做一个示范跟制作 那手机版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做法 首先将我们要制作的大头的片段呢 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重叠到画中画 叠到原有的片段的上方 那手机版的话 当然就是在下方 重叠到原有的片段 叠上来之后呢 我们针对上面复制出来的这一块 我们使用蒙版 好我们选择蒙版 选择圆形的蒙版 然后针对我们头部的部分呢 把蒙版放上去 好我们回到基础看一下 你会发现另外一个画面 有没有蒙版 我们已经拉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将原有的这个 画中画的这个画面 我们点下去 做一个放大的动作 好这里我们可以选择 直接从右边的缩放 这个栏位 我们直接做一个放大的动作 从缩放的栏位这边 做放大的动作 那我们也可以点击画中画 然后直接拉出来 它原本的这个画面 我们再来做一个 缩放的一个动作 另外你可以回到蒙版 那调整周围的这个余画值 让画面融合的 更加柔和一点 好那这样我们单人版的 大头效果就完成了 看一下 大家好欢迎收看 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来讲文字模 好那一样的概念 我们刚刚单人版的做法 我们把它使用在多人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要依照画面的人数 好来增加我们需要复制的 这个片段 一个人当然就是复制一段 那两个人三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依照他们的人数 来做一个分段的动作 那我这边先取出 我们要做的这个片段 我这画面里面有三个人 所以我就需要复制三段 来制作大头的效果 针对三个人 个别的上上他们的蒙版 再使用画面的拖拉 对准他们的位置 这样我们多人版的大头效果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吧 多人版大头效果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玉树加古奇君的频道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玉树加古奇君的频道 OK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大头的制作 它不单单是只有制作这个大头这件事情 它其实它可以强调很多细节的部分 或是强调一些画面里面的一些重点 都可以使用到这个方式 你只要用到蒙版 然后加上画中画放大的一个效果 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再加上抽针的部分 它又可以产生一些画面的变化 甚至于你也可以反过来 它可以产生的应用其实非常的多 你只要有这个基础的概念跟想法 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你都可以用到 喜欢吗 点个赞吧 点个赞吧